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中国的年轻的女棋手于智莹 对阵韩国的希望之心 变相仪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是于智莹之黑先行 这个采取的相对来说少见的 这个开局 这个双方呢 在右上先走了一个大雪崩定式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 然后黑漆内拐 白漆断 这应该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定式 这个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白漆退 黑漆张上 这时候呢 白漆选择了比较简明的下法 搬这个 搬完以后呢 再拐 这样呢 黑漆就只能转换 如果你再去搬这个呢 以后白漆还留下一个缓一细节 可以搬出来 所以黑漆呢 也只有转换 搬这个 白漆吃掉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大雪崩的变化之一 那么双方呢 也都是可下的 黑漆挂脚 那么这个定式啊 完了以后呢 白漆在外面呢 就是还以后啊 有可能有断和加的这个借用 而且这个呢 借用是比较这个厉害的 因为一旦被白漆吃掉的话呢 这个黑漆这个整个损失啊 是比较惨重的 那么这个看上去不太可能 但是呢 有时候这个事情的发展 往往会出人意料的 那么这个最后呢 就会跟这里 会产生一些关系 我们来慢慢来欣赏 然后白漆呢 加 白漆加的时候呢 黑漆啊 没有选择普通的这个定式 因为这样呢 如果只是选择普通的去扁脚的话啊 这个走啊 走完了以后啊 我们这里 搬张 如果黑漆去取脚 那么以后被白漆一拆过来呢 这个白的是比较舒服 同时这个拆了以后啊 黑漆的这边这个发展的潜力呢 就变小了啊 这个就变得比较小 那么 不管你是点脚还是走双飞燕等等 总之而言呢 黑漆如果去取这个脚这样的实地 那么这个以后被白漆一拆过去 这个潜力得不到发挥呢 这个黑漆呢 不太满意 那么了解了这个以后呢 对黑漆的下一手呢 我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啊 这个黑漆走的呢 是直接B漆 这个相对于左上啊 这个这一代来说呢 这个B漆是非常好的一部漆 这个B漆走以后呢 那么上面的就这个形状 漆形呢 就变得比较这个生动起来了啊 所以说这个漆呢也是不错的 那么白漆压啊 既然黑漆不走呢 白漆压这个是比较厚实的下法啊 如果说像尖顶也是一种普通的下法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由于这个上方黑漆那个比较厚啊 这个被一飞过来的话呢 白漆出头呢不是很舒服 这个你并不不要去以为是白漆在攻击黑漆 那么这样一飞过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呢 这个形状呢 这个是黑漆在攻击白漆啊 这个所以这个尖顶呢 现在呢并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漆选择压啊 这个是后市的 也是正确的这个下法 那么黑漆势必呢要搬起来 白漆退 黑漆啊 拖一下 再沾上 白漆呢也就老实沾上啊 这个呢和当长相比呢也是各有利弊啊 当长了以后呢 这里少爬了一下 那这块漆呢相对是稍微弱一点 但是呢 呃它的好处呢就是以后呢 这个地方留有冲断啊 以后黑漆再作战出来以后 只要是这个断点补掉了以后呢 这里反而呢以后会给 这个白漆呢留下一个这个冲断 而如果这样的话呢 白漆这边呢就没有任何的毛病 这个可以说是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这现在呢不是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贴出来 白漆搬头啊走得很 那么黑漆也搬 这个双方呢走得很强硬 战斗呢也就在这里开始打响 打响了 这个黑漆搬呢也是必然的一手啊 靠现在不成立啊 因为靠的话呢被人家一搬正好 你又不能断 那么再被白漆接上了这个纸就受伤了 弯出去虽然也能出来 但是明显呢是一个鱼形啊 是一个鱼形 这个黑漆肯定不满意 所以这个漆呢要搬 那么白漆当然也只有断了啊 这个不能退让了 这个退让再被人家一唬 这个吃掉就吃得太舒服了 所以白漆断 那么双方这一场这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啊 就在这里呢要八项 接下来呢黑漆吃 白漆粘 然后呢黑漆斑 白漆斑啊 下面这手棋呢 黑漆选择的是利啊 这个形状呢好像不是太好啊 应该普通一点的呢 这个漆呢是虎在这里 虎在这里 那么白漆打吃虽然是先手啊 那么相比于这个 总是要粘上的啊 这个以后呢 那么 呃和利相比呢 这样呢 虽然是看了上去往回呢 退了一步 但是呢由于 这个你利的话呢 人家粘上以后 这个挡的依然是先手 这个和这样相比呢 似乎呢 这个虎一个呢 要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当然呢 于子英选择呢 这个利呢 它是比较凶的下法啊 像 嗯 这个地方 虽然你能挡住 但是呢这个 眼位呢 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还是 把这个对白漆的这个攻击 放在了这个守卫 那么白漆自然只有沾上啊 黑漆长 这是先手啊 这是先手 那么 白漆当然是要沾上 这个一打 就真实了 打因为由于这个尝试先手 然后呢 黑漆再跳啊 嗯 这个白漆这几颗子啊 看上去 确实是 有一些这个 危险 有一些危险 不过这个 现在年轻的小将啊 这个计刷能力 都是很强的 特别也都是 喜欢实地 喜欢实地呢 反过来是 也可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自估的能力 也是很强的啊 白漆在这里呢 并没有这个 害怕啊 并没有这个害怕 白漆呢 先来打吃 然后再立下去啊 再立下去 嗯 这个也是当初啊 我们说这个利呢 嗯 留下的这个 不舒服的地方 不舒服的地方 这个黑漆的这个 为了攻击白漆啊 本身目数很吃亏 很吃亏 黑漆这时候呢 也只有打 也只有打 因为 你如果是 不想他这个先手呢 但是这个拐 和他的交换呢 本身是很亏的 这样以后 白漆随时呢 可以走这个 而你拐了以后呢 依然不能脱先 因为你脱先的话 白漆可以拐在这里 把这个吃了 这个吃了的话 这几颗子 也呢 等于就是死了 所以黑漆也只有老老实实的 挡住 那么白漆再一挡 黑漆吃 这个局部呢 嗯 黑漆等于是 活得是非常的这个委屈 啊 活得是非常的这个委屈 嗯 嗯 因为如果白漆 只要一活了以后呢 这个以后就是说 等于是白漆打 完了 再一班 这个黑漆只能这样 委屈的做活啊 这个班章等于是呢 是先手 这个班 这个黑漆的这个木树呢 可能是非常的小啊 非常的小 但是这个一旦外面被活了的话呢 黑漆这个非常的委屈 所以黑漆必须呢 这个从 对白漆这外面这块漆啊 发动猛攻啊 从攻击中呢 获得这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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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白漆 接下来呢 这个走的是 夹啊 来处理 哎 这个是形状的要点 不能随便往下冲了啊 这个我随便往下冲的话 这个 这被一挖一虎啊 这个白漆这个漆型呢 就 弹性就全来了啊 这个里面还有还有结材 所以黑漆呢 粘上也是形状要点啊 那么 不过呢 这两个交换一下 白漆再 立下来呢 这个呢 总还是便宜了啊 至少是 把黑的这个形状搞得不太好啊 破坏一下黑的漆形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 嗯 黑漆啊 下的稍微呢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急躁啊 啊 余智英就是说 嗯 过于呢 下法呢 过于直接啊 下法过于直接 这也是有时候就是说 呃 女骑手有时候容易 就是出现了一些 它 不像 那个 很难骑手啊 有时候这个 嗯 骑风啊 比较多 比较柔软一些 这个 这个 含蓄一些啊 女骑手下去也是往往都是比较这个直接 其实这个时候呢 嗯 可能 黑漆啊 还是冷静的呢 补一个啊 煎一个 把自己呢 走后啊 白漆虽然没有活 但是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这个弱点 那么白漆虽然能拆一 但是呢 也不能说它完全活了 那么黑漆先震住啊 把这个白漆封锁进去啊 先确保呢 这个上面的这个石地呢 呃 这个拿下来 那么这个漆呢 还是一盘比较漫长的啊 虽然以后我们说了白漆有收刮 但是本身呢 白漆自己呢 先得在这里一带呢 苦活啊 先得在这一带苦活 这个棋局呢 还是比较漫长啊 比较漫长 那么 这个时候呢 黑漆走得比较直接 他直接就冲 这个冲呢 嗯 冲完了点 这个是看上去很直接 也是呢 这个 非常的凶啊 非常的凶 他希望呢 这个 白漆呢 这个 这个 张上啊 这个当时黑漆所希望 那么呢 他回头再补呢 那这两个交换呢 可以说就是说是 明显的这个 便宜啊 便宜了 那么 白漆 以后如果再跳的话呢 那么黑漆这个一爬 白漆这个眼位啊 一个眼都没有 这个非常危险 如果刚才这样的话呢 再点呢 那他就可以挡在这了 这个 就是黑漆想先点一下的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当然啊 作为这个 白漆来说 肯定不会呢 轻易的呢 上这个黑漆的这个档啊 白漆呢 肯定呢就是会仿击 在这个地方呢 便宜啊 这个准备了 这个 强烈的反击手段啊 同时呢 也做好了这个 弃子作战的准备 而鱼之银呢 由于呢这个 发力过猛 反而成就了啊 白漆的一盘棋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呢 会一直要补墙啊 这个 这时候呢 这个 你再点的话呢 他肯定呢 就 不会啊 这个 答应白漆 放弃 飞出来 那么呢 这一飞出来以后呢 这个漆啊 这个 这个 黑漆啊 有点 动弹不得 什么 意思的啊 因为黑漆啊 眼睁睁看着 似乎 我要这个冲 是吧 要分断你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漆就简单的 一退即可 可以简单的这个 采取气质 黑漆断啊 现在虽然 是这个 嗯 快了一气啊 快了一气 不过呢 白漆可以啊 简单的 把这个走掉啊 便宜走掉 然后呢 由于打吃是先手啊 这个地方 黑漆不好反击 就简单的气质啊 或者 靠一下 再加也行 就是反正就这个意思啊 你收气 那么呢 白漆就收住 这样黑漆 虽然吃了底下 这些纸 但是白漆这个 这个都是先手啊 通天的这个外势 在这里随便呢 补一手 白漆这个外面的模样啊 这个几乎都坏成实地了 这个黑漆吃这点呢 肯定呢 是不好的啊 不好的 由于这个白漆呢 拥有这个气质的变化啊 因为你缠的时候呢 黑漆也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呢 它可以啊 跳架在这里 这个黑漆也是很难办啊 很难办 所以白漆啊 一反击的时候 黑漆一看呢 气质呢 不行 呃 不能冲断它 那么只能呢 临时改主意 改主意 那只能是先断掉啊 先把这两颗吃了再说 毕竟吃了这两颗看上去呢 木树收获呢 也非常的大啊 不过当然呢 白漆是还可以的 现在白漆啊 很明显的 最简单的就可以连回来啊 这个头出来以后 黑漆由于这两颗子 比白漆还要弱啊 这个黑漆可以说是反过来 可以攻击白漆 但是呢 变相仪呢 没有选择这么个 简单的这个下法啊 如果这样的话呢 可能黑漆干脆啊 玩看 这里都不管了 先把这个空呢 围起来再说啊 黑漆有可能改过来呢 采取先捞后洗的这个策略 那么这时候白漆压啊 黑漆搬 白漆呢 再强硬地搬住 啊 这里黑白漆已经设计了一个 今天的这个气质变化 这时候黑漆呢 没有心情再跟着硬啊 如果你再跟着硬 它又压 你再退呢 那么这些都被它走完以后 白漆再轻轻松松连回来啊 那个这个和你刚才飞拐相比差很多啊 拐完以后这个压还是显示 所以黑漆呢 这时候也不也不能也无法忍耐啊 这个鱼之鱼呢 也是就是说呢 一冲动呢 就直接啊 开始吃 不过这个呢 正中了白漆的这个下坏 在这里这个中了这个白漆的这个巧妙的啊 这个气质之急 这个局部呢 暂时呢 白漆不行啊 由于这个纸和刚才这个不一样 这个分不住黑漆的这个头啊 那你这个黑漆里面就不用收气纸 而作为外面来说呢 由于黑漆争执有力啊 这个呢 也不能 打不死这个黑漆啊 黑漆这个争执有力 而你只是 去提掉这一颗纸的话呢 那这个被他吃了呢 由于外面封不住头 白漆虽然把朵花呢 但黑漆毕竟吃了这么多木 还是很实惠的 还是很实惠的 不过呢 这时候白漆早是胸有成竹啊 诶 这时候再一段 这个大家能看懂这个意思啊 这个呢 刚才由于这里有针子 这个段呢 有引针的作用 引针的作用 这时候 黑漆啊 就要小心了 如果直接吃掉 由于这个是线手 那么呢 就已经呢 被这个 针死了 这个冲了一段 这个黑漆不行 那么黑漆一看 王抗呢 只能是 吃在这里啊 吃这个白漆就直接就可以跑了 直接可以跑 你不能让我打着牵手 所以你不能补在这 不补在这呢 就要被我打死 那么黑漆这个局部呢 只能打在这 白漆长 那么黑漆再爬 这个只能王抢 吃在这呢 这个外面呢 到时候呢 还是呢 要被人家这个 针死啊 这个一打吃事坚守 这里就针死了 那么只能爬 硬撑 不过这时候呢 白漆啊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那么精彩的这个一幕 就到来了 白漆冲 这个 这个旗子作战 开始 走 白漆再打吃 这都是必然的 然后白漆吃 这个并不是 肯定不会把黑漆吃掉啊 如果把黑漆真死了 这个漆当然就不说了啊 但实际上呢 虽然真不死黑漆 但是白漆依然可以通过活针来弃子 在上方呢 获取这个 巨大的便宜啊 这个可以说一盘弃子 加活针的啊 这个 棋局呢 就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 吃 张上 好 接下来呢 这双方就等于是 走过长了 开始 这个都 黑漆就只有跑 这个活针在我们这个 棋局中啊 这个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少 而且能够成功的啊 利用活针 通过活针来获取这个 银棋呢 那个棋力呢 就更少了 那么这盘棋也是难得一见的啊 这个情景出现了 那么白漆吃 只能跑 白漆再叫吃 走 黑漆只能是跑 白漆叫吃 黑漆跑 现在呢 确实是 这个 黑漆是跑掉了啊 是跑掉了 那么但是呢 白漆 也是成竹在胸 通过这个弃子 把我们 上面呢 这几个呢 吃掉 同时把自己救出来 那么 等于说呢 把黑漆的这一边呢 都能够呢 给 吃掉啊 你看一下 黑漆只有跑 这个是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啊 活针呢 一二三四五啊 这边肯定也是五下 十手是 十手以上的活针 然后打吃 再打吃一下啊 尝 然后 吃掉上面 啊 这样呢 这一次呢 就价值巨大 等于是黑漆这边 也都死了啊 当然白漆啊 这里也弃了一块 这个 增值的过程中 损失也很大啊 那么 我们需要呢 到时候呢 来看一下这个 全局 到底怎么样啊 精彩漂亮 赢了 才管用啊 那么 我们在白漆的时候呢 就可以 给大家呢 简单的判断一下 这个局势 那么打吃 去掉啊 这外面也虽然也破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白漆啊 也还是很 实惠啊 吃的呢 是很实惠 然后 黑漆分头啊 那简单的白漆不就可以 判断判断局势啊 那这个呢 都是很正常的 白漆飞 黑漆走啊 这个外围呢 嗯 虽然这白漆都死了 但是毕竟呢 这一代呢 还是有一些借用 黑漆所以也不敢在这里 呃 轻举妄动乱来啊 那么白漆就简单的吃一下 提掉 围住啊 把这边呢 这个围住 嗯 然后呢 接下来啊 这个黑漆 虎这个架子很大 不然白漆可以打上来啊 打吃 这个是双方正 正常的定型啊 这个不能被拍 黑漆打吃 一走 白漆呢 钻上 白漆拐啊 黑漆虽然很凶的走到这 但白漆也就老老实实挡住 啊 等你跳回去的时候呢 这个白漆就顶到围住啊 以后呢 就把这个呢 嗯 以后啊 就围成这个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判断判断啊 这个 这个 到底这个 下的潇洒漂亮 结果如何 这地方呢 等于是黑漆有 123456789 1011 这里是21 31 3233 43 4445 55 5657 5859 66162 由于这里有大飞 是吧 63 73 里面是大概也有73目 这外面啊 还有不少 10目漆 这五个字 11 12 13 14 14 14 15 16 17 18 17 17 18 17 18 19 20 21 22 22 25 45 45 45 65 65 65 9 29 ц re 62 12 14 15 67 14 14 一个盘面的胜负 甚至于来说 白棋盘面可能还会好一点点 当然盘面的胜负 对于这些职业的棋手来说 应该差距是相当的大的 等于说白棋盘面胜负的话 就等于拿黑棋是盘面 这个十五目的 这个差距对这些职业棋手来说 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这个死了以后 等于说你看我们来再看几部实战的借用 这个一跳 这些十指还是有用的 不能被搬 黑棋得跟着走 是吧 那么白棋再一贴 这黑棋跟着走 然后再冲断 让你难受一下 这个黑棋还得硬 那么黑棋目数没什么增长 白棋有了这些指以后 也有收获 甚至于以后这个打入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严厉 那么这个棋盘面胜负 甚至于说白棋 白棋都好 那么可以说 这个棋白棋 盛世已定 白棋也就是通过弃子 通过这个活针 难得一见的这个活针 吃掉上面 这个以后形成的这个转换呢 也可以说是奠定了这个本局的这个盛世 最终呢 这个紫白的变相仪呢 也是中盘战胜了这个鱼子盈 鱼子盈 那么这个棋 这个是可以说是在双方的这个配合之下 也应该说这个 呃 鱼子盈这个配角的这个功劳也是非常大 结果让白棋走出了漂亮的气质 加活针 然后转换完以后 确立了这个盛世 这个棋呢 反必变相仪 赢得非常高兴 但是鱼子盈肯定输的也是非常的郁闷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盘非常有趣的棋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